搜救人員在舊法灣沙拉灣瀑布附近 來回搜索 好不容易搜索一個鐘頭後 找到一位男性 遺憾的是22歲的無心男子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當地地形險峻 只能靠好幾名消防人員 用審索接力將他送上岸 5點55分再巡獲第二個人 30歲的張系女子 同樣也沒了呼吸心跳 兩個潛水者都有上來嗎 根據通報 還有一名男子沒找到 搜救人員把握時間 但天色漸漸暗了 搜索被迫暫停 只能等待星期一一早再出動 根據了解 四個人都是屏東一家 運動用品店員工 假設相約出遊 來到馬家舊法灣沙拉灣瀑布玩水 其中一個人才一游過瀑布下方 就被暗流捲走 另外兩個人想衝去救 也跟著滅頂 留下全程目睹意外的藍系女子 急著求救報警 但還是傳來不好的消息 溺水三個人 兩個人沒了生命跡象 一個人下路不明 讓原本的開心出遊 留下遺憾 記者張春華來不香 屏東報導 營運動用人用詐欺es 營運動用… 谢谢大家